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办公版机一般都是直接插老线 为啥 插USB里有个问题 什么 它必须是不是要接个电脑啥 电脑是连接是开的 咬喽过来就开了 版机是连用不了 但是如果有办公的老线的话 那是不是都跟其他社友没关系 常见的主板主板这个都不说 我们下一段话详细的简单说一下 这些的参数 那么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看烧了 如果你在主板上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不用再去尝试不断的开机断电了 还有我说 电脑有问题了 关一下机重启一下就很有效 关一下机重启一下没生效 你再关机再重启了 有些人就不死心 我非要再来一下 行 你开两次我也是 你再开你重于生效 你绝对那是你家电灯吧 我为啥说这个 我原先的时候 我刚来连心的时候 买的那个台式金 我自己家用的 OK 然后呢 我和我老和东上班是吧 我小银子在我家 就是货属家 你知道是不是 然后呢 电脑就坏了 他有问题了 他就不走往回来 你知道吧 不断的缺点机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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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最后把主板烧掉 就是人家倒数 所以说 我再说一下 硬件的开机这种东西 不能短期地重复大量的手段 不管是对电脑 还是对你们常见的家人电器来讲 都是这样 听懂吧 小心啊 其实那时候 说实话 换了这个东西 还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的 简单的工作 就几块钱都能解决 只是 我说 现在 你要想去找人给你换一块电脑 基本上不太可能 原因 我们现在主板的价格 现在是逐渐在走低 最早的时候 一块主板 最便宜的是约了一千多 现在可能三四百就有 所以 现在一般碰到车有问题 可能一整块板就忘了 修的情况 现在就极少 所以 一般现在是也没人开始修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 中端轩这段时候 它专门有公司去培训这种 这种电器维修 就培训这种 主板烧了之后 怎么修进来 那个其实说实话 对我来讲 还是挺神奇的一件事 为什么 我曾经见过 哥们上课 找一个电机枪 就那种电机了 对着主板 啪一下 然后把主板上烧一点点 烧点整个油 然后呢 拿点电焊油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修 一节课就把它修好 虽然看起来 大手都看 但是有点开心 挺厉害的 但是我说好 当时 其实说实话 这种电容电器维修的 这个技术难度要求并不低 要求还是很高的 但是 行业淘汰了 它随着这东西的发展 现在我说成本 逐渐降低 没有人再去修它 行业逐渐淘汰了 各位 所以啊 我说是很难讲 当时看了还是挺神奇的 我还是挺上去学一学的 最后发现这些东西 完全是 啊 CPU 我们后面会说 新学用是分两个系列 英特尔和MD 好吧 其实原先还有些 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Sys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吧 系统吧 现在早都没有 这个东西我为了说 现在 还好 我没有让英特尔和MD 一同江湖啊 AMD的时候 虽然生活不太容易 但是 还可以在撑着 但是我说 我们当年完组装机的时候 AMD的CPU 还是口碑很好 但是现在的问题 比较有恶情 为什么 我们绝大多数的事 都是用笔记本 用笔记本是的 这些事你说了算了 厂商生产的人是什么样 说这是什么样 你只能挑你药还是不要 明白吗 那绝大多数厂商都投靠了谁 这个家伙的日子可真不好货 但是啊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保病 那你就藏了 咋子就都藏了 为啥 这哥们为什么说要你多少钱 就多少钱 啊 因为谁学乎教练 两天就两天 两天就三天就三天 听懂了啊 所以 咋说嘛 有竞争的时候还是有好处的 ok 你两种 其实 它的区别 对你们来讲 现在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区别 就是一块CPU 只是 英特尔相当时候更深入了一些 或者说 它的广告把它更好一点 ok 啊 那么 这是我们呢 这个CPU的这种接口形式 能看出来吗 一个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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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一个就是点儿 就像那个 直压板 直压板 那个 反正就是扁平的 一个是竖下来的 其实区别不大 就是主要是这个 全地数据的 全地数据的 ok 现在我们绝大多数都是这种 我们原先用的数 都是这种 这个有个不好之处啊 啥 你要是能插肚 插反了 能看到 看 它这块有一个角了 你看到吗 嗯 看到了 目的是为了让你不要插反 ok 但是如果我说实话 这种东西 总会有个泛式秘密 我跟你说 我们就重新介绍 为什么现在尽量的通界里面 不要去乱插这些东西 我们原先就有学员 就有学员 给他找他台式机 让他插一下FPU ok 这根本就硬往反一插 还有说往反插是插风筝 啊 就根本啊 死你了 就对了 还知道 正脚本来是这样 然后被他插完之后 变成这样 这个东西 背回来的东西都有 我告诉你 知道了 所以啊 所以这个现在是不是还是好一点 最起碼不会出现印象 对不对 好了 风筝 没啥说吧 对吧 我今天我下班 我去 我如果下楼了 咱们能上网的话 我给你找一张风筝 为什么 有哥们 曾经 这是什么 我们最常见的风筝 没错吧 嗯 我们靠风筝 之类的 但是风筝 这东西你想 啊 你烧了一开水 然后呢 找个扇子不停的扇 实际上扇很长时间 它才能扇下来 这效率是比较高 那怎么办 现在又出现什么 这事不就是水了 干嘛 在这个管机里接着是这个液体 其实说是水了 不是水 一般就是散热的 红箱 红油之类的东西 它燃的那个东西 燃的眼高 不会着 然后呢 散热效果要去水口 然后呢 把油 在这个风扇里边转圈 靠风去吹这个油 明白 然后拿油去带走这样 这叫水了 明白 但是 我说 我见过一次非常极端的这种水了 当时第一次见吓得跳 我没见过真的 图片广场见 有哥们发的那个晒单 这哥们做了一个这个水了 干嘛 买了一个鱼缸 然后呢 把电脑的所有的芯片塞到鱼缸里 就CPU主板内存 显卡是什么东西 插下进去 然后呢 给里面换了满满鱼缸的归用 归用是不老店 三个 三个实用是不是很好 然后呢 主板的接 显示东西可以练 蓝的 因为鱼缸变得异常梦幻 然后呢 弄缺效果 据说当道的 然后 反正我说 反正也挺奇葩的 待会咱们课线的时候 把网接上我给你们看看 是逗的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 这个反正就比较极端了 一番来说那些东西造价不菲 OK 各人管一管行 大质量使用不太高 听懂吧 高 三个 我现在多问你这一句 在我们的戒指当中 谁需要散热 C-P-O 显卡 C-P-O C-P-O 这就是C-P-O的显卡 显卡是一般是自带的 上面是不是也有风扇 那我现在对你 各位 为什么要给C-P-O和显卡算成 说的是废话 原来很简单 什么 它的运算速度是比较高 带来的这个发热啊什么 就会变大 没错 但是我问你 我们现在的这个速度 硬盘的速度是多少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 我待会讲硬盘的时候 我会再说一下 好不好 我们现在啊 普通的机械式 就是固体硬盘 加我们的SATA三代创口接口 OK 它的鱼锐速度最大 能达到500兆的位置 当然达不到 我们现在能达到 固体硬盘就达到 两三百兆 写入速度都已经很好了 有没有 那我问你 既然我们能生产出来 像C-P-O 或者存这样的东西 既然我们能用P-C-A 那我能不能生产一个硬盘 让它的速度 让它的速度 就能达到C-P-O 的速度 有没有 如果不进成本的话 能做不好 其实应该说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需要考虑多爱解释 是吗 三热啊 有的硬盘如果真的运算那么快 我问你 它需要加三热器吗 一定需要 OK啊 所以小心啊 如果真的有机会发展到 这样的运算速度 除非发生别的这种结构表 否则都应该要P-C-A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好 各位 这个没啥说的了 内存吧 这两个应该是 一个是DG23 一个是DG22 可能是 分不去了 各位 这是古老的结构 叫做SDG 这种结构你们见不到 这种内存是长的 比我们现在的这种内存长 好 现在我们都用的是什么 DG2 对吧 对吧 没啥说了 越新越速度越快 对吧 好了 硬盘 来 这块说一下接口 这块是不是说了 这是 ID接口吧 这个现在是不是主要用来接什么 接光区了 硬盘已经不用了 原列数件它速度比较慢 原列数件它速度比较慢 原料中133兆比最快 OK 现在我们主要用的是谁 这种吧 SATA 也就是窜口硬盘 窜口三代硬盘 也就是SATA3 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速度 它的理论速度能够达到每秒钟500兆比左右 OK OK 外面先拔了 拔了 拔了 插上看看能不能上 我还是 咱们今天讲的东西可能还是需要搜一些东西 不知道我的账号被转入了 这是我的电话 各位 对 对 嗯 你哪错啊 哎呀 好像改了这些东西 你哪实上忘了 等等 我给刘差点等等 这个他这个很好 不是123456吗 123456吗 你知道了吗 不是,他說那個附近服務器搬過一次,然後他全部同製為123456了。 好像還真是,上去吧。 好,我來這裡,怎麼說123456啊? 那個機房的服務器死了一次吧? 好好好,反正上來了。 我們擺住一下。怎麼說擺住圖? 各位,其實在我們SATA之後,還出現了 SATA接口,我們還出現了另外一種SAS接口。 其實它是我們SATA接口的一個演變。 跟SATA其實沒有太大區別,基本的接口速度跟SATA是一致的。 OK?但是它的成本稍微低一點點,稍微便宜一點。 OK?但是基本上,在我們個人店裡SAS接口沒有被偶犯的使用。 OK?我們現在主要還是SATA。 SATA。但是在服務器上,你們看啊,你們搬上的一些服務器,它的接口是SAS接口。 當然有SATA,我專門叫我SATA和SAS口,有,挺懂的。 好了,有沒有問題? 區別還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接口? 明白我說什麼? 好,各位。 IT的口現在基本上對硬碟來講投胎。 你們現在不論是機械式還是移動硬碟,我們用的都是SATA接口。 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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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知道,我一直在說,SATA的速度是,不是,ID那個是133兆幣每秒。 SAS的話和SATA能夠達到500兆幣每秒。 當然說的是理論值啊。 現在真正的速度,達不到就是。 聽懂嗎? 各位,500兆幣每秒是要配合五彩油盤的,普通機械油盤的套道。 明白嗎? 普通機械油盤的套道也就是對IGI接口的速度匹配。 懂嗎? 133兆幣,也就是這樣。 但是啊,如果你們真的是用的古老的機械式盤,你們會發現它的寫入速度是。 如果你們用的是IGI接口,它的寫入速度,你們會發現就是一間二十兆幣。 你們自己都有電腦吧? 考個電源,考個視頻過來的時候,是能看到它的寫入速度。 多大? 二、三十兆幣。 是吧? 你們用盤子,用盤子,用盤子,基本上都是這樣一個速度。 沒有錯了。 但是,我們是不是現在出現了USB3.0? 有了吧? 我們現在的機械硬盤的速度也得到了提升。 我新買了一塊機械硬盤,它的寫入速度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可以維持在九十兆幣左右。 速度非常快。 OK? 說明它也是隨著技術成功。 機械硬盤是比較三十兆幣。 但是我說,機械硬盤的速度可不會太快了。 不會再快了。 為什麼? 你們見過機械硬盤的樣子嗎? 我們拆開看過嗎? 沒有,在這裡拆。 我們在這裡去拆。 各位,這就是機械硬盤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傢伙,看不清。 錯了嗎? 啥? 看到了嗎? 裡面是一塊碳鋼合金的真實的這樣一塊盤。 跟我們看的唱片機是一樣的。 明白。 它會在這裡拆到嗎? 是拆。 我們是說用盤的一個參數叫做 每分鐘7200段速和5400段速。 OK? 那肯定是說, 在這裡拆的速度越快, 你往外讀數據的時候, 這是什麼? 瓷頭, 各位。 唱片機,見過嗎? 那上面是有個頭, 放在唱片上, 它轉的時候才能阻止數據。 這個也一樣, 只是因為我們的硬盤轉速過高, 這個瓷頭是什麼? 它沒有接觸到的事嗎? 它知道嗎? 懸空的。 那這個時候我告訴你們, 機械硬盤就非常怕什麼? 機械硬盤就非常怕什麼? 在使用的時候不知道要用到的。 好, 手機沒想到。 你們手機想到。 喂? 喂? 好, 啥情況。 好, 機械硬盤我說, 它就非常怕震動和移動, 在使用的時候, OK? 還有, 各位, 機械硬盤它是空氣隔絕的, 原先說裡面是真空的, 現在沒有出現就空, 但是什麼? 就是說它是用風的, 在用的時候, 風都會對它產生影響, 不能不要說灰塵, OK? 所以, 機械硬盤是什麼? 只要打開, 只要拆開就廢, 就爆風, 聽到嗎? 各位, 這個東西我說, 它的傳輸速度來講是, 有極限的, 為什麼? 你轉得再快的話, 它是不燒嗎? 你明白嗎? 說什麼? 所以, 我們從十幾年前使用的機械硬盤, 就達到了7200塊去, 但是到現在還是7200塊, 人工就在這, 聽到了嗎? 那好, 也就是說, 機械硬盤其實是已經達到極限了,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就要幹嘛? 是不是就要有固態, 你幹嘛? 啊? 好傢伙, 我搜啥了啊? 這個擺途總片特別不好弄, 為啥? 不管你搜了啥, 它都有可能出現黃色總片, 我跟你說, 就大了夢了, 上次給哪個, 還是在做講座, 我搜了個什麼東西? 然後之前出現一個大微霧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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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只要生產足夠好的芯片, 足夠好的接口, 那它的速度是不是就是想要多大就要多大, 有這個嗎? 所以呢, 各位, 工材硬盤一定是我們以後的發展方向, 只是說價格還比較低, 但是說實話, 是已經比之前便宜多, 但是, 跟機械油漢比較好, 是不是? 還是貴的, 比較明顯, 我這場店嘛, 前兩年剛買的一塊, 128G的固體油漢, 從美國亞馬遜直接海淘寄過來, 為什麼從美國買? 因為便宜, 為什麼? 128塊錢, 連電郵費320塊錢, 128G也320塊錢, 在國內大概需要600塊錢, 但是, 我說, 300塊錢在國內買, 機械油漢, 基本上可以買一個儀器的嘛, 對不對? 買一個大的, 大的不是小的, 沒錯啦, 沒錯啦, 那差別還是非常大的, 正常情況下, 一百二十八G的機械油漢, 現在是就要在600元左右, 聽懂嗎? 還是差別很大, 但是, 這種東西永遠不值得, 隨著規光化的生產, 成本就會越來越低, 以後就會越來便宜, 那肯定有問題, 以後用的都是什麼? 機械油漢, 好吧, 有沒有問題? 好了, 那,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硬盤, OK? 這塊只是讓你們看一點, 待會我們第二條判斷片裡邊, 我會盡量詳細地說一些參數, 好吧? 這是個顯卡吧, 老式的顯卡上面還指示什麼? 這上面帶風扇, 或是帶個三個片, 後來現在是不是都是越做越高端? 然後呢, 顯卡順便, 越來越炫, 你們可以看看, 顯卡順便會做到越來越炫, 我們搜個高端檔吧, 比如說之前X4, 呃, 多少? 860, 986吧, 986吧, 還是960, 960吧, 搜一下, 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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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說實話, 它其實不是顯卡越做越炫, 而是風扇越做越炫, 你看到, 都是什麼? 越高端的顯卡, 它是發熱越大, 然後導致什麼? 這個風扇是越做越大, 而且塗裝光色是越來越漂亮, 你看到了嗎? 是吧? 其實說實話, 這也跟什麼? 顯卡是不是主要是在遊戲的一種時候來做的? 所以, 是不是做的炫比較有什麼願意去買? 對吧? 其實沒必要做成這樣, 最起碼沒必要把它補成那種, 花的補上的顏色, 對吧?